社会就是一所无所不包的大学 从生活了解人生 从旅游认识自己 从投资拥有好生活 从饮食学会健康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养生之道 这些通通在语色心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日常生活安心专层 空白空虎七八八 究竟我请邦邦救救我 全国自杀放在中心关心里 你好 我是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的负责人 吕嘉明 嘉明花艺设计主要是以 会场布置 花艺教学 传情花束 组合盆栽 桌花设计 以及各式里兰 联络电话是 0920 229 676 是在嘉义县水上乡 想让花艺丰富您的生活吗 请联络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这一集 雨色要在空中来跟大家来介绍 一本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疑似死亡》 以为外科医师对衰老于死亡的思索 这是一本由 听众朋友跟雨色来 推荐的一本好书 如果这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 要感谢你 因为这本书真的还蛮好看的 它跟一般的书有点不太一样 等一下呢 在节目当中呢 会跟每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如果说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本身呢 有看过一些好书 或者是想跟每位的听众朋友 或者是跟雨色来推荐 你看过的一些觉得 蛮值得思索的一些好书 也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我不敢说我的观点都非常的好 但是从不同的观点来 阅读你所阅读过的书 我觉得会增加你的视野 在这边呢 先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 他寄来的来信的内容 他的信是这么写的 他说雨色你好 或许是姻缘机会之下呢 可以找到这个灵性成长的平台 因此呢非常的喜欢听关于灵修上的课题 而开始的有 会有介绍灵性或修行上的书籍 对我来说呢是非常有用的 而这些书籍呢 其实不是那么的好读 每天可阅读的进度呢 没办法像读小说这么快的把它读完 因为是需要反思与消化 最后呢是去印证的 我知道雨色是独智商的 因此呢想要介绍这一本 死亡 一位外科医师对衰老与死亡的行思 这本书天下文化翻译出版 会读此书呢 是因为遇到要如何照顾病人 在书中的例子呢 都是与自己的亲人 要如何安排呢 才是对病人最好的照顾 除了好的医疗 其实呢最重要的呢 是病人的需求 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得到安宁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 既有不同的角度去认真看待 这是我推荐的主意 希望呢能够过雨色的介绍 人有不同的想法来 介绍给大家 相当的客气喔 所以呢可以听得出来呢 这位听众朋友呢 对这个死亡啊 领终的这样一个课题 是感到好奇及兴趣的喔 这本书其实我拿到的时候呢 我有在思考说怎么来阅读它喔 毕竟这本书其实还蛮厚的 那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有趣 不敢说有趣啦 应该是说它写得非常有层次喔 它的层次呢非常细致 跟我们在台湾的一些临终的书籍啊 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呢 雨色跟大家来介绍啊 这本由天下文化所出发的 临死死亡 以为外科医师 对衰老与死亡的思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雨色的新养生 在这档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听到雨色在空中 跟大家分享生活类型的好书 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 来到节目当中 畅堂他们在工作当中 遇到哪些有趣、好笑、心酸、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如果你还喜欢收听雨色新养生的节目 或者是在收听节目之后 有任何的想法想跟雨色分享 都欢迎您写信给雨色 来信息记到 kinkiosel小老鼠gmail.com 或者是传简讯0975256579 雨色都非常欢迎 每位听众朋友跟雨色分享 听完节目之后的心得 来自古印度的智慧 舒缓身心压力的技巧 你我都该认识的哈达瑜伽 哈达瑜伽是一套 关注于呼吸调息 身心合一 以及灵性提升的瑜伽修行法 透过哈达瑜伽体味法的练习 带领你提升专注力 减少因生活工作所造成的紧张情绪 同时还能修饰你的体态 促进新陈代谢 在课程中将教导你 静心静坐 伸展暖身 拜日式 以及哈达瑜伽基础体味法 以及变化式 你也想来学习哈达瑜伽吗 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到9点 在彰化市中山国小晋学楼舞蹈教室 恰询电话及LINEID 请恰 0975-256-579 苏先生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创办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系主任廖俊宇老师 生死学系致力于活出生命的尊严 与死亡的尊严 从生老病死 都在关心的范围之中 因此 有生死学系资商组 可以考心理测验员等 生死学系社工组 可以考社工师 生死学系殡葬组 可以考礼仪师 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 是为公益的目的 因此采国立大学收费 也提供多项奖学金 来帮助同学圆梦哦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 在日本地区的总助辞 满润 佛光山 发水市是日本 总本山 预计在2018年的春天 开光落成启用 发水市在群马县 伊香堡温泉区 这个地方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潮山会馆 在这边也可以供应 来日本旅游的人 来参访 来住宿 那欢迎来到日本的佛光山 流畅 佛光永不长 发水永流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哦 在一开始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好书之前呢 先为大家来导读一下哦 由侯文勇他所写的推荐序 侯文勇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 他以前也是一位医师 然后现在呢 已经是位专系文学创作者哦 那他的推荐序呢 我觉得刚好跟这本书内容 蛮呼应的 然后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他是这么写的哦 他说呢 您是死亡这本书呢 一开始呢 画家长式的娓娓道来 让人读起来呢 没有什么宝贝 在开通名义之后呢 随着作者一个一个故事抛出来 故事深处隐藏的情感的越发深厚 一不小心呢 就跌入了思维的深渊 生命当中呢 曾经经历过的死亡 上年纪的亲人长主的容颜 甚至是自己未来衰老 死亡的想象一一的浮现 这样的阅读经验呢 尽管深刻却不算是愉快 让我回想起20年前呢 当我还是一个实习医师时候呢 经历一次的临终画面 在当时是午夜 护理师呢 发现病床里面 一位老奶奶没有了心跳 立即的通知了住院医师和我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急救之后呢 还是回天法术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事发突然 还有家属陆续的赶来医院的途中 尽管住院医师清楚的告知了 老奶奶已经过世的事实 但是呢 家属仍然的在我面前不断的鞠躬 老奶奶最年长的儿子 应该有70的吧 哀求我们说 无论如何 请医师还是救救他吧 住院医师呢 和我面面相去面有难色 僵死一阵子之后呢 家属全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老奶奶的大儿子呢 又重复了一次 无论如何呢 请大夫呢 还是救救他 在他之后 其他的人呢 也此其彼弱的重复这句话 面对了这群 跪在眼前的长辈呢 祝医师无可奈何 继续示意我 来做心肺的按摩 我硬的头皮呢 再度爬上老奶奶的病床 有模有样的继续做心肺的按摩 因为心肺已经衰竭了 老奶奶的肺部呢 其实都已经积满了血血 每隔几分钟呢 我就必须使用抽取管 将他的肺部呢 抽出带着泡沫的淡红色的血水 无论对谁这都是折磨 但问题呢 是每当我稍有疑惑 或者是疑虑的时候呢 家属呢 就继续磕头 用更激动的声音说 无论如何 请大夫救救他吧 这场发生在深刻的场面呢 就持续快两个小时 直到天色渐渐亮了 最后一位家属感到了病房 大家以激进一世的哀嚎呢 痛哭化下的据点为止 尽管这个场面呢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但呢 在我担任实习医师的80年代呢 所谓的 玉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 或者是不施行、心肺、附书书、同义书 都是文所未文 要不可及的制度 多数人的标准选择呢 仍然还是像这样的一个 接近一切的急救 回想起来呢 尽管对这样的一个无效医疗呢 都觉得不舒服 甚至觉得不冷心 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之下呢 却一点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要等过了二、三十年 随着安宁的医疗 缓和、照顾、观念 慢慢的兴起 尊重病人自主、意愿的种种医治呢 来慢慢的实施之后呢 陆陆续续的才有不同的病人、家属 开始采行不同的做法 后面还有蛮长的喔 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蛮 蛮有感觉的啦 就是 嗯 虽然这样的一个故事 已经是二、三十年前 在当时 就像侯友医师所说的 在当时呢 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 或者是像这个 不实行心肺复苏书的同意书喔 在当时不是那么盛行 但是其实现在 已经算是 大家已经慢慢的普遍知道了 我相信 在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 或许其实你还没有听过说 原来有这两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 玉力选择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 或者是不实行心肺复苏书的同意书 其实也是我在读諮商的时候 那我们的教授啊 研究生 他们才是讨论这件议题 我也那时候才知道 那时候我也有 我记得 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陌生的 那后来有去做了了解 我到现在自己还没有签 我自己还没有签 那我自己一直在想 该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喔 所以 当我自己读諮商 我自己读生死 这两个东西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它 更何况是一般的人 这里面还有讲到一句话 那这句话刚好他是引用了 洪勇他是引用了这本书的作者 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呢在外科行医十多年来呢 我自己已步入了中年 我发现我自己和病人都认为 现况已经到了较冷 人无可能的地步了 如果我们不愿坦然面对衰老 与垂死的经验 病人会活得痛苦 无法得到基本的慰藉 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善终 那只能让医学科技和陌生人 来操控自己的命运 后面的这句话 其实已经点出了这本书的整个核心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学会怎么样的生活跟善终 就会让医学科技跟陌生人 来操控自己的命运了 继续分享之前 我想跟大家来谈一段 我自己一个小小故事 我前几天去一家火锅店吃东西 就像我之前节目上有讲过 我大概一个月会吃一到两次的吃到饱 还是会 我吃的几率比较少 因为吃到饱吃太多 其实对我的肠胃会不太舒服 去吃对我来讲只是一种放松 生活的调剂品而已 那我去吃这种吃到饱 其实我还蛮喜欢观察别人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的肠胃功能其实不是很好 再加上我现在一天只吃两餐 胃已经慢慢变小了 有时候像我自己在教瑜伽 上完课的时候已经八点了 晚上没有吃 让我上课之前会吃一点点的东西 其实我下课之后八点 其实有时候不太饿 可能就吃个优酪乳 喝个豆浆 或吃个水果 其实那天我就这样过了 就是胃其实会慢慢的变小 但有部分是我有在尝试 尽量看是会变成是一天一餐 像是我目前的目标 后来我在观察一些人的吃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 依我的年纪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步入中年了 跟我年纪相当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食量应该要变小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 东西要吃的越少 这是正常的 因为代谢变慢了 我们的五脏六腑 其实已经慢慢变弱了 所以吃东西太多 其实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结果我发现呢 年纪跟我相当的一些父母亲 吃的量真的是 至少有我的三倍以上 就是满桌都是鱼肉 就是满满的 那我还看过有一个老奶奶 年纪应该有七十几 七八十岁了 真的 我觉得她吃东西真的太多了 那她的整桌就是肉 非常非常多的肉 那我在看他们在吃的时候呢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人生难道只剩下吃吗 当然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魔咒 这句话就是 人吃就是 所以呢 不管人活到几岁 就是拼命吃 我们认为说人吃就是一种武器 那么呢 我在看这个老奶在吃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这本书也是 就是刚好一直思考 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故事 就是如果人活的时候呢 没有去思考到一些生死议题 那人生如果只剩下吃 其实人生到了临终的时候 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对人生会感觉到索然无味 因为吃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 我们的肠胃跟我们的味觉跟嗅觉 那这个是需要控制跟训练的 那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 如果你没办法进食 正常的进食 其实这些想要吃的这个欲望 会让你非常痛苦 你可能想要吃什么松板牛 松板猪 你想要吃什么美食 想吃个火锅 想吃这些东西 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 你不能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而你必须要吃医院 配给你这些阴阳餐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突然从台湾这种饮食的重口味的五化 变成是一种淡口味的时候 是很痛苦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跟没有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 就是面临死亡这件事情 其实就像老人家所说的 棺材是棺死人 它不是棺死人 就是放的是死人 不是躺的是活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考 我们不一定要面临到死亡这个课题 但是我们一定要面临到 有一天我们衰老跟住院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课题 这个是蛮重要的 也就是当你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 谁能够陪伴你 其实就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身体 一个就是你的心而已 如果你还在健康的时候 你现在身体还很完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好地对峙一下你的心跟你的身体 那么当你在临终的时候 或是住院的时候 心跟身体其实都是会来折磨你的 所以呢 如果老实讲 如果说要问我说 灵状课题什么时候 要开始来面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开始来面对了 所以南淮经大师他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在念佛的时候呢 我们常来念佛 念佛 喜悠往生的时候呢 能够到达佛的世界 能够到达西方籍的世界 但是呢 他说如果一个人 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 这件事情 人没有意识到人最终会死亡 这件事情 那么你离佛的世界会非常的远 因为你没有意念到死亡 对于活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会珍惜 你不会好好地来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说呢 人要意念佛 不如来意念死 就好好地去念一下死亡这件事情 你怎么来面对 这本书 他的 他在美国已经出版一段时间了 他的历史非常的 非常的辉煌 这本书呢 他是纽约时报 非文学类畅销书的第一名 他残联的拍摁榜 超过147周 他影响了欧巴马总统 医改政策的关键人 他同时也是时代百大最具影响的人物 他也是知名的医师兼畅销作家 葛文德的最新的逆作 他的文案是这么写的 他说呢 你愿意人生的最后一趟的 一趟的里程当中呢 是眼神空洞地坐在轮椅上滑行吗 你希望至爱的亲人的余生 是灵魂被禁锢在病床上的躯体吗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好好的活 有尊严的活到了最后一分钟 重新思考年老 生活安宁照护到死亡的尾声 献给都会变老的我们 现代的医学呢 以及扭转的婴儿的死亡率 受伤生病的致死率 但是面对衰老跟死亡 医学能够做的还是非常有限 葛文德透过了自己的家庭和病人的故事 描述了衰老死亡过程的痛苦 困扰以及无奈 医师该如何与病人来讨论死亡 而提供适当而不浪费的医疗的疗法呢 如何协助病人在虚荒的期望和有品质的 临终生活当中做出抉择 这些不只是医学院很少会教的课程 也是很多人避讳不敢面对的生命的课题 葛文德毫不畏惧地引向这个禁忌的话题 以诚恳的态度温暖的笔触 描述了老人安养临终照护的种种面向 揭示人生 终极目标可不是好好死 而是好好的活 有尊严的活过了每一分钟 其实这本书跟我们台湾 在讲一些临终光怀的书来说的话 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在老年人的这个课题当中 他琢磨的非常多 像之前在空中有跟大家来介绍 我们台湾也有写过两本的临终光怀的书 那两本书他着重的地点 的地方是在老年人他即将临终的时候呢 跟家人之间互动 那家人为了得到遗产 或者是为了在看老人的最后一面 为了看家人最后一面呢 做出的非常非常多 其实难以置信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急救啦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其实对一个老年的生活来 生命来讲 跟他的身体来讲 其实是最大的伤害 那这本书里面呢 他一开始所探讨的 反而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 他没有马上嵌入到死亡这个课题 所以当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有很多的醒思 你会去思考说 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老 每位的听众朋友跟你跟我都一样都会老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呢 像里面他就讲到 美国的一些真实的故事 他说呢 有些老年人他到老年之后呢 他的会有尿失禁的问题 或者是排尿的问题 那甚至有些人呢 他在住养老院的时候呢 他有排尿嘛 有一些尿失禁 那因为他的 他不想要用这种东西 因为不方便 他不想用老年人的那个尿布 子尿布 他觉得不方便 他不用了 但是呢 他不用不行 因为他一天呢 要用超过15片的子尿布 那老年人他不用的原因 其实并不只是他因为不方便 因为尊严的问题 就好像是没有听众朋友 你试试看 你想看看 如果你现在开始 你现在还年轻嘛 那 现在呢 你就要包子尿布 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都知道你在包子尿布 我觉得那个心理上的创伤 跟尊严 其实都会有点受影响 那但是你也不薄不行 所以呢 在养老院的时候呢 要去做的 其实不只是要照顾老年人 他的健康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他到底怎么去适应 他自己老年后的生活 那还有讲到说 像有些的 有些的老人 他在 他得到一些 像糖尿病啊 高血压 他不能够吃一些 像饼干啊 甜食之类的东西 这些老人呢 为了要躲避这些 照顾人的眼中 眼睛喔 他就会偷藏食物 那有时候呢 在老人院里面呢 就常常为了一块饼干 而大炒 老人跟这些 照顾人员 发生大吵架 就为了他想吃什么 那甚至还有常常一些 像 一些 帕金的啦 或者是像一些 老年失智的啦 他们呢 就不想要在 这个老人院里面 然后他们就想要出去 那为了照顾他们呢 你又不行 不让他们出去 那这个也是常常发生的 那像还有一些 像 他讲的故事 我觉得是 也让我想蛮久的啦 他说呢 就有一个病人 然后呢 他自己有上厕所的问题 必须要排尿 但是呢 他又不想要用 止尿布 所以呢 他就三不五十 然后就要按一下 这个呼叫铃 叫照顾的人员 马上进来 带他去上厕所 那 这样做 其实会造成他的 那个 其他工作人员的困扰 因为毕竟呢 一个 一个工作者 他照顾可能要超过 十几年的老人 他不可能这么多的时间 来 带你去上厕所 后来呢 这个老人 这个照顾人员呢 就跟老人讲说 那我先要献你 就是一天 我献你两个小时按一次 这个呼叫铃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人力 后来呢 大家也知道嘛 老人 老年人的膀胱 其实他的收射 其实比较没有这么有力 当然 等他过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床 已经尿了不大几回了 那到底要带 老实讲 老实讲 这个真的很为难 如果到了台湾之后呢 一定有一些人 就靠 就是 站出来 讲话 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老人呢 然后就是 让他强制 不能够出来上厕所 等等之类的 台湾人在看新闻的时候 都比较容易看片面的 都没有看到 比较全方位的 这是我突然 刚才想到的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说 诶真的呢 有一天 你跟我都会老 那我们有没有想到 有一天 我们老到是需要把我止尿布 我们老到是不是 就像那个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 有一些养老院 他为了要照顾这些老人 但是又不希望造成他们困扰 所以呢 他就必须要给他们吃药 有些人是吃镇定剂 有些人就是安民药 反正就让这些老人呢 就是昏昏沉沉的 昏睡过去 一整天 因为他们这样比较好照顾嘛 那你说他不能到吗 确实是不能到啦 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 但是老实讲 他们能力上也是有困难 所以老实讲 我自己在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都一直在反思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有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 有时候讲到这个老年人的照顾啦 或者是像这种临终光怀的时候 其实回过头 就是我们有去思考到说 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就现今现在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像很多人去吃餐厅吃到饱 就拼命的吃 我们宁可花四五百块去吃一餐吃到饱 可是也不愿花四五百块去上一趟 对身体好的课程 像瑜伽啦 气功啦 有氧 或者是养生学 甚至去看一本好书 我们台湾真的 你会花钱吃 也不愿去做这些对身心好的一件事情 这是还蛮值得我们好好来思索的 这本书里面前面呢 还有提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这个作者他本身是印度裔 然后呢 他爸爸也是印度人 妈妈也是印度人 然后他们到了移民到美国之后呢 他结婚啦 升职 他的老婆好像也是印度人 但是呢 他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了 他发现了印度跟美国的文化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他就讲到这个例子 他就说在美国的地方 他看到很多的老年人 他们是独居的生活 那很多的父母亲跟小孩子呢 就算住得非常近 但是也不会住在一起 可能会隔了一条街 两条街 但是呢 一样的不会住在一起 父母亲呢 他们会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那在印度就不一样了 他就举他的阿公这个例子 他的爷爷呢 活到110岁吧 活到非常非常老 那这个阿公呢 不只非常老 老到非常有尊严 他们当时他们的村庄 不管是婚伤喜庆啊 村庄的大小事呢 一律的都是来问这个他阿公 他阿公呢 会用非常睿智的角度呢 去跟他们这些村民来开 那个开破 来告诉他们说 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他说呢 不只是在他们家 其实在他们家的村庄 还有他们印度的文化 都会是这个样子 他们老年人呢 是可以得到照顾的 而且呢 就算他 没有办法住 跟家人住在一起 但是呢 一定会有就近的人 每天可以照顾他 他说呢 就像他阿公一样 他阿公 每天张开眼睛 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 跟他的真孙子 都在陪伴他在他身边 任何的需要 不管是身体 不管是饮食的需要呢 总是会有人会照顾他 那在美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就举到他的 他的老婆的阿嬷吧 他的阿嬷呢 在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77岁的高龄了 后来呢 他就认识 渐渐的知道他的阿嬷的故事 总而言之呢 反正就是他阿嬷呢 活到非常老 自己还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已经超过了20年的历史了 那他结婚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亲看到他的阿嬷的时候 非常惊讶 就是因为这个作者的爸爸 本身也是医师 是面料科医师 他诊治过非常非常多的病人 他发现说 当一个病人已经是高龄的时候呢 又缺乏人家照顾 是非常危险的 那 虽然这些老人 都需要 都可以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呢 迟早还是需要别人来照顾的 比如说 像刚才阿嬷已经77岁了 虽然他的生活上 都可以自我料理 但是其实最终 你还是需要别人照顾 总有一天 你需要别人照顾的 然后他就说啦 他说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差别 是因为呢 在美国 包含现在也是呢 现在的所有的资讯呢 都已经越来越开明化了 你需要任何的资料 你任何需要任何的讯息 你就可以上网去查 那 相对的 你对于父母亲 对阿公阿嬷这种老知识 老智慧的人的需求 是非常低的 你不需要再去问他生活上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找Google大神 你可以找答案 但是呢 在印度不是 在印度的网路啦 或是电 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呢 村庄里面的大小事呢 都还是会问过 村庄里面 或是家族里面 最老的阿公阿嬷 请求他们来给一些协助 他说呢 就是因为科技上的进步 而切割了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经济大国 跟一个科技大国 相对的 他们每个小孩子 每个人都可以自我独立 不需要靠老人 那 印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呢 他说呢 其实他自己在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他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 每一个人 都会老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去想 想到说 老的时候 我们需要人家照顾 那 我们有没有想要去照顾 真正的 我生命中的老人呢 然后他就讲这个故事 他说他阿嬷呢 后来因为也 慢慢老化了 有一次呢 就 呃 发现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 记忆力开始衰退了 医师 医师 诊断发现说 这一切 都已经是因为老化的关系 所以也就会希望强制他能够去住养老院 然后得到人家照顾 但是他阿嬷已经自己生活已经二三十年了 不可能去住养老院 有一些人来照顾他 他不喜欢 已经独处习惯了嘛 所以呢 在这过程当中呢 又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后来呢 有一次他的岳母呢 就发现了他的阿嬷 就是他的母亲喔 这么整条腿呢 有一块 齿一块青的 细温之下呢 想说他应该是跌倒 后来他的这个阿嬷呢 就不承认喔 后来他才坦诚说 他走地下室的那个木板的时候呢 滑了一跤 其实只是轻轻滑一跤 但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的关系 所以他的大腿就 一整片 不久之后呢 他要摔了好几次 虽然没有骨折 可是大家都还是很担心他 后来送到医院之后呢 才发现说 第一 他有骨折疏送的问题 第二呢 他其实已经慢慢的老化了 所以他最终呢 还是要去住养老院 那在印度就 可能就会很奇怪 一个问题是说 为啥要住养老院呢 你可以住你父母亲 住你孩子家吗 就是住这个作者 他岳父岳母家 可是我刚才已经有说过了 在美国文化当中呢 父母亲都 跟孩子之间都是有个距离的 也就是他们生活一定是分开来的 所以不可能到老的时候再接回来住 那自己在看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呢 你跟我呢 是不是也 在老年人这个照顾上面是比较少的 我们也比较容易忽略老年人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好好的行事的 一句话来总结 这一段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有一天你我都会老 那我们有没有开始去思考是 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呢 而不是等老的时候才想说 用孩子来照顾我们 这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明能不能 af mask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宇瑟超直觉塔罗牌即将在台中开课了 让你用直觉联想的方式 让塔罗牌深刻的印记在你的脑海当中 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直定讲义死被排译 你可以看着牌面而精准的讲出他每一张的意思 想一探塔罗牌的神秘世界吗 欢迎报名语色超直觉塔罗牌 报名电话0975256579 你好 我是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的负责人 吕嘉明 嘉明花艺设计主要是以 会场布置 花艺教学 传情花束 组合盆栽 桌花设计 以及各式里兰 联绝电话是0920229676 是在嘉义县水上乡 想让花艺丰富您的生活吗 请联络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 每个人都梦想追寻真爱与幸福 但是因为爱 有人一时疏忽感染艾滋 而社会的歧视 更让他们的内心饱受伤害 他们渴望天使志工的温暖 给予重生的希望与勇气 台湾路德协会 艾滋天使志工 报名专线 02-2371-140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 今天在宫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尼斯死亡 一位外科医师 对衰老与死亡的思索 这位老阿嬷 老阿嬷叫做爱丽丝 爱丽丝 她最后还是住到了养老院 但是故事还蛮曲折的 因为她已经习惯独处了 但是在独处过程当中 她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意外 也让自己跟家人 跟一些亲戚朋友 感觉都非常非常困扰 最后她真的就选择了到养老院去 这个养老院的过程 我觉得每位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了解 这本书所讲的东西 死亡 老年 还有老年人的照护 还有我们怎么去安顿我们的身心 可以很推荐港版来看看 因为她过程还蛮细致的 讲一下她的结果 她的结果是后来她的儿子 就是这个作者的岳父 有去看这个爱丽丝 那一年是1994年的冬天 她住在养老院已经大概两个礼拜了 那个时候呢 在几个礼拜之前呢 她的臀部还有摔断 还有摔断 那后来她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住其实还蛮舒服的 所以她就继续住下来了 有一次呢 她爱丽丝呢 就靠近她儿子的耳边呢 跟她讲一句话 就只有五个字 I always ready 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 她的儿子呢 看看她的母亲之后呢 没有多说什么 她只跟她讲说 妈妈我迟到了 他们被伤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没多久之后呢 她就跟她的妈妈爱丽丝呢 他们去了招呼中心呢 签署了拒绝临终急救的同意书 表明说 如果爱丽丝 她的心脏停止了 那也都没有 连呼吸也停止了 那请医护人员呢 不要再施行插管 电击 心肺复苏 数等等 就让她平静的过去吧 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其实她每天都活在折磨当中 等待死亡的来临 因为老了 再加上生病 其实已经真的已经 很不舒服了 在四月的某一个晚上呢 她肚子很痛 她只有轻轻的跟护理师 提了一件 她不舒服的事情而已 之后她就什么都没有再说了 后来呢 她就吐血了 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呢 她没有再继续按求助理 她也没有跟室友说 她就只是静静的躺在床上 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招呼人员来 来叫这层的老人起床的时候呢 才发现说她已经离开人世间了 这就是后来爱丽丝她 这辈子的故事呢 因为她写下她年轻的时候 这个爱丽丝她学历非常高 以她的年纪已经大概八九 现在九十几岁了 林中生已经九十几岁了 她在当时还是读大学毕业的 这个爱丽丝还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我讲这些东西 这些故事跟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你有什么的感觉 我把这个话题啊 把它跳出来来讲另外几个 我自己的亲生故事哦 跟我没关系 但是是我亲耳听过的 之前呢 Akira在她的节目当中 语色看世界哦 有邀访一位插花老师哦 Colorful 嘉明哦 她有开一个叫做 嘉明花艺设计工作坊 那她自己呢 有到他们社区的一个热灵中心 去教导那些老年人插花 有些不是老年了 有的可能就只有上了年纪 到五十几岁 那老年 老了比较没有生活嘛 所以她就去学插花 想说有一技之长 还要去工作之类的 那有些呢 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了 她就跟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哦 她说呢 呃 有一次她 呃 在上课的时候呢 突然被告知说 里面的一位老阿嬷哦 她离开人世间呢 就在前一天晚上 那这个老阿嬷呢 她自己是独居的 所以她死的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那因为他们这种 独居的老人哦 是可以跟社会局来申请 那个居家照顾的 那居家照顾呢 她一天八个小时 她就可以照顾四个老人 就大概平均一个老人的 家里可以停留两个小时左右 看她吃什么啦 需要不要洗衣服啦 或是家里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她说呢 那个照顾人员去他们家的时候呢 已经身体已经僵硬了 那第二个呢 也是她 她的妹妹 她妹妹也是做那个照顾人员 她说呢 她的妹妹呢 呃 有一次 就是也去看一个老人 她也是独居的 去的时候呢 她已经 往生了 她往生的时候呢 全身没有穿衣服 全身脱光光 可能是因为刚刚洗完 早出来心肌梗塞之类的 细节不是很清楚 蛮多独居老人的 因为这样子 就离开人世间了 其实你这样听起来 就蛮凄凉的 因为死的时候呢 没有子女在旁边照顾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有子女照顾 不一定会比较好 因为呢 呃 在我们台湾有个习惯 就是我们会把遗产 留给小孩子嘛 很多的父母亲在死的时候呢 因为遗属还没有写完 或者是这些遗产呢 没有分配好 很多的人呢 就是 很多的小孩子呢 就是在 父母亲在 那口气还没断的时候呢 强迫她 写下的遗属 或者是把遗产分配 之前在另外一本书里面 也有讲过啦 就是有个老人呢 他在 病床上的时候还没有死 已经迷留了 他的女儿呢 就找了律师 找了人家来摄影 找很多的多人 然后在他爸爸 意识的不清楚情况之下呢 签下了这个财产分配 那那时候 那个医疗人员看到的时候 就赶快通知他们家 其他家属 因为这个行为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在没有其他家属来之前 你怎么可以让一个 意识不清楚的老人 做这件事情呢 后来他们的家属来 受起来不及了 因为他的遗属已经写完了 就是把他所有的财产 过去给他的女儿 后来呢 这个结局是什么 这个结局就是 这个老阿 这个老阿嬷呢 他就躺在床上 已经 其实已经往生了 但是呢 因为他的财产没有分配好 所以拿了钱的人不想出来处理 没拿钱的人呢 更不想处理这件事情 老阿嬷就躺在床上面 一直在做插管 就插管 所以他心脏一直在跳动 但是其实他已经死掉了 等于是宣判脑死 家人有钱 所以呢 可以继续 给医院钱 让他的 让他的妈妈呢 放在医院当中 继续插管 那其他人呢 反正就 大家就 因为没有拿钱嘛 没拿钱的就不想做事 哎呦 拿钱的当 反正我钱拿到了 那不关我的事情 所以 阿嬷的 就算变成是一个植物人 就放在医院当中 没有人想去购问他 所以听起来 到底是 临终的时候呢 有旁边有子女照顾比较好呢 还是说 死兽干干净净的比较好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刚好 我的身边蛮多的朋友 是没有结婚的 可能男男女都有 然后 因为我们对修行是有兴趣的 走修行啊 走灵修啊 走佛教的修行 那我就开玩笑说 你们这些都是独居老人 你有一天会独居老人 那是不是要想清楚 要改怎么办呢 他就有人跟我讲说 余圣你要赶快成立道场 那我老的时候呢 可以去住你道场 我说我道场不是养老院 哈哈哈哈 讲这个是有点开玩笑 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有一天你我都会老 那不要去指望小孩子 会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真的不要去指望小孩子 会帮我们做事情 你都不一定会帮你父母亲 做什么事情的 你怎么可能指望孩子 帮你做什么事情 你唯一能做是什么 唯一能做就是 赶快把你身体照顾好 跟你的心照顾好 因为最后会留下来 陪伴你走过最后 这一段路的是你的身体 跟你的呼吸 我自己啊 自己学智商 那我自己又走灵修 在我生命当中 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都会看到很多很多人的生死故事 很多人跟我讲 他家人的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很多 听了很多啦 那我自己其实 尖尖尖尖的 这几年有一些改变了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雨色新养生 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听到雨色在空中 跟大家分享 生活类型的好书 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 来到节目当中 畅谈他们在工作当中 遇到哪些有趣 好笑 心酸 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如果你还喜欢收听 雨色新养生的节目 或者是在收听节目之后 有任何的想法 想跟雨色分享 都欢迎您写信给雨色 来信息寄到 kinkiosel 小老鼠gmail.com 或者是传简讯 0975256579 雨色都非常欢迎 每位听众朋友 跟雨色分享 你听完节目之后的心得 来自古印度的智慧 舒缓身心压力的技巧 你我都该认识的 哈达瑜伽 哈达瑜伽是一套 关注于呼吸调息 身心合一 以及灵性提升的 瑜伽修行法 透过哈达瑜伽体味法的练习 带领你提升专注力 减少因生活工作 所造成的紧张情绪 同时还能修饰你的体态 促进新陈代谢 在课程中将教导你 静心静坐 伸展暖身 拜日式 以及哈达瑜伽基础体味法 以及变化式 你也想来学习哈达瑜伽吗 在每周二晚间 七点半到九点 在彰化市中山国小 进学楼舞蹈教室 恰询电话 及LINEID 请恰 0975-256-579 苏先生 你好 我是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的负责人 吕嘉明 嘉明花艺设计主要是以 会场布置 花艺教学 传情花束 组合盆栽 桌花设计 以及各式里兰 联络电话是 0920-229-676 是在嘉义县水上乡 想让花艺丰富您的生活吗 请联络嘉明花艺设计工作方 什么改变呢 就是像我前几天 就在我的电脑里面 整理我一些照片 整理完了 有些东西想要分享 可是想一想说 我也不知道分享什么 有些人可能对我生活很好奇 有些人对我的旅游很好奇 但是我就觉得说 那是我的生活吗 也不需要公开 那就没有写什么东西 有时候照片拍了很多 其实现在几乎不太有人会把照片洗出来 很少 就都放到网路上 那如果有点中毒了 硬碟坏掉了 然后讲算了 这样就这样子吧 那后来呢 开始想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照片不洗出来 照片放在网路上 或是放在哪里 它如果不见了 老年的时候呢 怎么去回顾它 那拍照片不就是为了要回顾吗 但是又想一想 谁在乎你的照片呢 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子相处不是很好 我相信孩子不会想看你的照片 如果你老了 你的生活不管好跟不好 你看了这些照片又如何 它只是个回忆而已嘛 后来想一想 其实还是回到那个观点 就是人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 所以呢 现在我自己去出国玩 或是去哪里 几乎会拍照片 但是其实不会拍很多 拍了就把它存档 但是也不太去翻阅它 就会想一想 有一天我离开人世间 我相信会留在这个人世间的 只有一个东西而已 就是我的书 我的书会不断的在 有一天我离开人世间 不管几岁 我的书会继续的流传在这个世间 可能不到几年 无所谓 但是我还蛮庆幸的 就是我的书在 博士硕士的网路上面 还有一些录文上面都可以看到 因为有人会参阅我的书 那我觉得我自己去想一想 如果我人生可以活到50岁 或是45岁 或是40岁 嗯 还有一点点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就是我把我灵修的故事把它写下来了 这是我觉得我对一些宗教 对修行 对灵修 对生命的课题 有一点点的贡献 这些节目我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呢有一天我自己在想说 有一天我如果离开人世间 我有遗憾吗 我觉得我其实我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我已经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这个世间了 那么你们有想一想 每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好想一想 有一天你离开人世间 你会什么东西留在人世间呢 钱吗 还是只有业呢 业就是我们行为嘛 你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在这个人世间 值得人家去回顾呢 我觉得这个是要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思考的 了着了着呢 这一集呢 又快讲完了 这本书 是一本真的很不错的书 它里面所探讨的呢 不只是死亡这个课题 它探讨就是老年人的生活 还有它分享了非常非常多 在美国当地一些非常好的养老院 我们都以为说养老院就是一个等待死亡的地方 但是其实不是呢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探讨到就是 很多人只不去看待老人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养老院里面呢 充满了灵魂 充满了活力 让老年人在死亡 临终的最后那几年的过程当中呢 它走的是非常有尊严 我想要呼应一下那位听众朋友 就是来分享这本书的听众朋友 他问我的 就是我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对于死亡的看法就是 人活着必须要尊严 死的时候有尊严 如果一个人他活着没有尊严 他死的时候一定没有尊严 那么这个人他 这一生其实 很可惜的是没有真正的活下来 我自己 自己常常看一些理财的书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一种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就是台湾人很爱钱 非常非常爱钱 炒股票 炒地痞 然后 盖房子 卖东西都做黑心生意 老实讲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道德 但 姑且不论说 是不是有因果循环 是不是有前世今生 是不是有 什么恶报的这些论点 我们不去谈论他 我觉得身为人 如果活在人世间 只是要占人家便宜 那么你活着就不是算有尊严 一个有尊严的人 他一定懂得尊重别人 那么这个人死的时候 一定也死得很有尊严 所以人要活得有尊严 死的时候一定有尊严 那再一个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想跟大家来探讨 就是 我们一直忽略 就是 我们只知道死亡这件事情 可是却没有 就忘记了 想到一件事情 是我们人总定会老 老 跟距离死是两样的事情 有人活到了 60岁算老了 但是你可能活到90岁才死 中间只能还隔了30到25年 这个时间你怎么过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怎么过你老年人的生活 你如何老的有尊严 而活的快乐又自在呢 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课题 在这本书里面 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我觉得每位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来买这本书 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 那欢迎上 伯克兰或进食堂来购买 我觉得这本书 值得大家好好好的思索 好好来省思说 你的生活 该怎么样去充实你自己 嗯 是宇舍呢 在这一集也跟大家分享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告个段落 也希望 每位听众朋友还喜欢今天的节目 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或是任何的意见 都会跟宇舍来联络 宇舍电话是0975256579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宇舍新养生 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听到 宇舍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生活类型的好书 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 来到节目当中 畅谈他们在工作当中 遇到哪些有趣 好笑 心酸 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如果你还喜欢收听 宇舍新养生的节目 或者是在收听节目之后 有任何的想法 想跟宇舍分享 都欢迎您写信给宇舍 来信息寄到 kinkiosel 小老鼠gmail.com 或者是传简讯 0975256579 宇舍都非常欢迎 每位听众朋友 跟宇舍分享 你听完节目之后的心得